大家好,欢迎来到国使馆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1988年李登辉总统就职西装 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 20岁前往日本就读京都大学农业经济系 之后陆续攻读了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学硕士 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后返台 1972年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 因为李登辉的农业专长 将他招职麾下担任政务委员 之后李登辉也出任了台北市市长 台湾省政府主席 1984年时任副总统的谢东敏退休 当时的总统蒋经国 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 经过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后 当选为第七届副总统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总统宙事 李登辉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 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位台湾省级的总统 从此开启了近12年的 李登辉时代 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继任总统时 所穿的旧职西装 目前正在关键1991 李登辉与台湾民主 元年特展展出中 欢迎大家一起到国事馆 参观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